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没说是哪位大师所画的 如果没有大师的资料和简历 您这不是让我蒙人吗 算了算了 就按您说的 三个一共一万 姑娘 我可没说一万 我是说一个是三千 三个是九千 你怎么这么算计 你啊 好了 好了 付钱吧 你等等啊 你应该怎么把优优在家里 拿回来 我好像在智慧中 但是还没说自己的 没 flexibility 我还不算30秒 你还没ände 你那些是 我还不想和我们 为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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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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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芯 你要是早打电话呀 我就在这儿等你了 什么事啊 你刚才来过了 嗯 我在这儿卖了三个瓶子 哦 还记得那个许强生吗 当然 怎么了 昨天 那个段孝慈跟小宝子给你下套 差点让咱们上了当 许强生一来 不是给他接底了吗 是啊 那又怎么了 那个段孝慈怀恨在心 今天一大早 把许强生给告到工商局去了 这臭小子 走 进去找他 嗯 段孝慈 你够饿的呀 你在我这儿没占着什么便宜 你找人家什么麻烦呀 你是个男人吗你 怎么了 我又怎么招你了 你自己干什么的自己知道 有你这么做人的吗 爱你们什么事啊 那许强生又不是你男朋友 你横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啊 就是 段孝慈 你现在去工商局跟我说清楚 要不就告你商标清权 你别以为我不敢 你告我家 告我家 你 别把事情弄大了 去趟工商局也好 弄清楚 以后 别跟我丢人现眼 不是爷爷 您不知道这里面的事 你懂个屁 让你去你就去 行行行 我去 走吧小猫子 告我家 得嘞 二位姑娘 我说你们别生气 这小子打小没爹娘 怪可怜的 你们二位 千万别跟他计较 都看在我这张老脸了怎么样 走吧 笑不为力啊 慢走啊 芙蓉芙蓉 这就是你刚才送来的瓶子吧 对啊 你怎么看出来的 明摆着 这种品质的东西 他们家怎么会有啊 嗯 哎 老头 你也太黑了吧 怎么飙这么高啊 嘿嘿嘿姑娘 这东西 这东西既然是我买了 标多少价 跟您没关系 对不起 这瓶子 我不卖了 这钱呀 您收好了 哎哎哎 这 咱这行可没这规矩 既然你收了我的钱 这东西就是我的了 素家姑娘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就去工商局 如果段小慈不把事情说清楚 我马上就告你侵权 这店都开不成了 否则咱们走 不跟这种人废话 哎哎 这两个小丫头骗子